好 好 大家下午好 因为这个刚刚有点 就是我后台进入的 我网页打不开了 其实没办法进入 我换了一个网页 进入了 大家都能够听到看到了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学院课程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今天这个呼声指数是延续了反弹 如果你从 如果我们抛开成交量 就是抛开成交量不谈 那今天实际上这个反弹 是要比昨天好 对吧 就是整体来讲比昨天好 那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赚钱效应要比昨天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赚钱效应我们主要就是看平均股价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虽然也是反弹的指数 对吧 但实际上昨天的赚钱效应比较差 那今天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周五嘛 对吧 应该是把周五的这个 呃 阴线也给收复掉了 差不多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呃 今天可能更 更多的就是来自于 这个呃 情绪 这块 包括赚钱效应 也相对比较好 那么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成交量 那两次只有7700亿的成交量 就比昨天多了 多了100个亿 对吧 就多了100个亿 呃 虽然指数也没说 涨很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7700亿的成交量毫无疑问 肯定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收量反弹肯定是有 很大隐患的啊 那我们从指数角度上来说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呃 上证吧 上证实际上真正的压力位置 就在这个这个地方啊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没有成交量啊 如果没有成交量 那这个呃 整个来讲 就这个 我在这里画的位置 对吧 差不多就3230点这个位置 是很难攻得上去的啊 很难攻得上去 那就 那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明天吧 就是 周三嘛 明天周三 那周三也就是一定要补量 如果量补不上来呢 就是明天就变成冲高回落 那么 跟大家说一下 挺有意思的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面 就过去的两个多月里 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吧 就给大家说一下 过去的两个多月里面 每周三都是跌的 大家看啊 这是7月5号的周三 对吧 是跌的 然后呢 呃 这个 6月28号这个周三 也是差不多也是跌的 对吧 就是就没有涨的啊 那么都没有涨的 然后我们再翻回去看 这个周三也是跌的 6月21号的周三也是跌的 然后这里 周三也是跌的 对吧 6月14号的周三也是跌的 然后这个地方啊 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的时间 这个整体来讲 就是每个 呃 呃 每周的这个周三 不是冲高回落 就是调整 对吧 也就是说 嗯 这个周三也是跌的 所以下一个周三就很重要 就明天 明天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说明天非常重要呢 因为明天 如果说 你要往上变盘 因为因为我说嘛 就是明天是一个短期的变盘点啊 那为什么本来说是一个短期的变盘点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下来 就这波下来 这个地方 二 四 这个五天了 对吧 就到今天是五天了嘛 那么也就是说一般五天 你下跌五天了以后呢 就是五 不是下跌五天 就是你下跌的五个交易日后 那么基本上会有个短期的变盘 但这个短期的变盘呢 又是正好赶上周三 所以它需要有什么 就是不但要有这个变盘的信号 同时它需要上涨 对吧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正常来讲 我觉得当市场出现变盘性 好像这个地方也是的 下跌了 对吧 然后在第五天变盘 然后往上走 那么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就你后面要上涨的话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成交量必须放大 你成交量放不出来 也就意味着现在所有的板块 依然是轮动 或者说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个震荡局 这个震荡局就很难改变 所谓的震荡局就是 昨天大家看到了 比如说这个宁德时代为首的 这些宁德时代之类的 这类的这个权重板块 就是新能源赛道权重板块 是宁德时代 比如说这个同位股份 做那个就是做做做那个 同位股份做那个 硅片的对吧 同位股份 今天你看就是 昨天放量的 今天量也收回去 当然你说回调收量是好的 但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 就是如果市场成交量不能够 明显放大的话 或者说有序放大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像这种 本身就是权重类的 对吧 你新能源赛道想要涨 权重类 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持续性是没有的 就是你搞 就涨一天跌一天 就这种这种情况 或者说是板块轮动的非常快 因为为什么呢 到了明天其他板块只要一轮 他就把钱抢过去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上涨的板块就没有钱了 因为你只有七千多亿的成交量 现在的大家知道 现在是市场上的股票有五千多只 你成交量只有七千多亿 对吧 你搞不好到说这搞到七千亿左右了 那这个是基本上是轮不动的 就是你哪怕轮 你也轮不动了 轮到最后会什么呢 会出现钱越来越少 那么当然这个七千多亿的这个成交量 我觉得有两个情况了 对吧 有两个两个好很有意思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大资金肯定没来 对吧 如果有大资金来 那么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成交量 那所谓的大资金是什么呢 比如说大的油资没来 我们最近没有看到农户榜上有大的油资 第二个呢 所谓的大资金就是机构类的资金没来 对吧 现在你们每天可以看到农户榜上 基本都是量化资金 当然量化资金有的会上农户榜 有的不上量化 这个农户榜 所以现在来讲 每天大概有40% 甚至更多的量化资金在市场上赚 那么量化资金呢 其实它的对手盘 就是除了量化对量化以外 更多的就是针对一些可能油资 大大散户 所谓的大散户就是大户吧 或者对吧 钱相对比较多的 每天还愿意做出交易的 其实他们就是博弈的对手盘 那么这种博弈会很惨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成交量本身不够 那就是博弈的双方 就是会变得特别的明显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成交量少 就意味着交易的人少 那交易的人少 那你的对手就很明确 对吧 那如果成交量大 比如成交量现在有一点一万亿 那么大家会发现 各路银行都来了 对吧 大油资啊小油资啊 这个小伞啊 这个牛伞啊 然后大户啊 还有什么 北向资金啊 这个公募基金啊 支募基金啊 反正就是各种的钱都在里面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 博弈方越多 那么对市场实际上 本身是有利的 因为有流动性支撑 就你 你不想 你不想要了 就会有人要 对吧 所以他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博弈方越少 他的波动就越大 比如说 场内只有两个人博弈 那就很简单了 你死我活了 对吧 肯定是有一个赢啊 一个输了 那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什么呢 就场内博弈方少 你会发现 这个好的 对吧 比如说好的东西你买不到 前两天 比如说啊 这个 呃 像 这样吧 就举个例子吧 就金能热店吧 对吧 金能热店第一个涨停板出来了以后 你昨天想买买不到 今天你买了不见得明天能赚钱 对吧 那今天买了你不见得明天赚钱 为什么呢 有可能 明天会砸掉的 对吧 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呢 一旦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一旦 呃 我们看一下像升华发 对吧 升华发嘛 连续三个板了 一旦 这个资金撤退 就是大阴险 对吧 高开 然后接近跌停 就是这种叫做 你死我活的 样子特别的明显 啊 那么 这类的个股呢 确实是比较难 就是不是这类的个股 就是实际上就会比较难做 就像昨天比如说 嗯 杭州热店 对吧 电力尾盘上的板嘛 因为昨天被这个电力带起来的嘛 尾盘上的板 那么 今天就直接低开 对吧 还有一个昨天 这个 近空电力下午也是回板的 今天直接低开 为什么 像这种票 因为为什么呢 像因为这种票呢 消耗的资金量会比较大 对吧 昨天差不多10个亿 因为它也不算是小盘股 10个亿 那今天如果没有更好的成接 那大家想的就是炸掉 一炸掉 没有什么太好的成接 它就会出现大跌 对吧 所以呢 当市场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当市场的参与方 变得少的话 那也就是交易的难度会大增 反过来呢 当市场的成交量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比如万亿左右的成交量 参与方比较多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市场的包容性会比较强 就你不要 别人会要 你觉得高了 别人觉得蛮好 你跌下来 我愿意买一点 我再继续往上做 对吧 所以呢 而且呢 它不但是对个股的包容性强 然后对板块的包容性也强 比如说主线的板块 它就能够走得更稳健一些 或者时间就走得更久一点 而不是说 那么 纯粹的 就是今天一天搞到高潮 第二天 大家撤退 对吧 这种呢 往往都是量化在做的 那么 所以从 现在这个局面来讲 也就 虽然今天指数 我觉得 嗯 整体表现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两次股股也是铺涨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3500多只股票是铺涨 但以这种成交量来讲 你不可能天天 缩量去反弹 对吧 所以明天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明天不但是指数 啊 明天不但是指数 就是会预阻 同时 对于成交量的要求也会非常高 非常的高 那么今天有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呃 指数层面都是站上了五六均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深层值也是 啊 站回了五六均线 深层值的五六均线是10995 对吧 差不多 那收盘是11028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 创业版也是站上了五六均线 对吧 也是一样 但成交量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是好的地方 那么问题来了 明天如果成交量不能继续向上 或者说不能够有效放大 那这个就会形成五六均线再失手的这种可能性 对吧 所以明天很关键的 啊 那这个是从呃 就是 市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么当然今天指数比较好 呃 然后反弹的比较好 对吧 呃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昨天晚上大家看到 就是 呃 中概股 整体表现是不错的 对吧 还有呢 就是 A50指数 7指也是上涨的 那么今天今天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大家看到盘中的时候 大家看 人民币汇率 对吧 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回升 啊 就是我们讲的企稳 啊 那么人民币汇率的企稳 显然对北向资金是有最大的这个影响 或者说北向资金的反应会最快 所以今天整整个一天北向资金流入了35个亿 所以北向资金的流入肯定是对指数有一个 这个比较大的这种短期的这个触触动的 或者说正向的反馈的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 好 那 为什么现在市场还是观望情绪比较浓烈呢 就大的资金没进来呢 我想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对吧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 我们就先先说一个客观的原因 这个客观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等7月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么昨天我们也讲了 市场有可能在会议之前保持震荡 这是可 这是就是A股的这种特性就这样的 市场可能在这个整个开会之前 它保持一个震荡 对吧 然后开完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会议 这个开完以后大家信心很足 或者说管理层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提振经济的方案 对吧 好那市场就直接转涨 那么第二种呢 开完以后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细则 或者说还没有什么很多的 这个特别细的方向利好出来 对吧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有可能什么 会再挖个坑 挖完坑以后再上 对吧 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重大的会议 嗯 其次呢 就是可能大家在等美联储7月份会不会加息 对吧 那么也就是这个是可能大的资金可能要考虑的两个方面 所以呢 相对的时候 比较谨慎 那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嗯 这两个原因是有的 就是现在造成整个市场可能成交量不足 对吧 或者大的资金观望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刨 刨掉这个就是所谓的基本面原因和场外因素 就市场论市场 就就我们就就盘面说盘面 这个量就7000多亿的量也不足以能够让指数 有更好的反弹空间 对吧 如果说以现在这个成交量来讲 第一个反弹的压力会很重 也就是说进入到3300 3230点到3240点这个区间 就会面临预阻回落 因为你这个量肯定是不行啊 对吧 你靠这个量去突破这个地方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量 这个哪怕反弹的量也要比现在这个量大 对吧 所以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也就是说明天是一个 本周比较重要的时间窗口 也是一个对成交量有一个 这个考验的时间点 所以好坏吧 明天的好坏将决定本周下半周的市场 整体走势的强路 这个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 那么指数我们回回一下 回到月线 那么本月最重要的 就本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上证指数能不能收复 就是五月均线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 它是都是跌破了五月均线 所以你要在下半年 因为七月份是下半年的 乘上起下之月 对吧 如果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表态的话 那么七月份 是要这个 上涨的 就是也就是要突破五月均线 还有一个呢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对吧 就是七月份都是跌的 2022年 2020 2021年 那么历史数据证明呢 很少 就是基本上没有连续 三年七月份都是跌的 所以我目前对七月份的行情 现在七月份还是涨了0.6% 指数 那么我目前对七月份的 指数这一块 我觉得依然还是看震荡 向上反弹 那么如果七月份指数本身涨幅偏小 那有可能八月份会比七月份的指数涨幅更大一点 所以恒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还有两个就是 我觉得跟IPO相关的 对吧 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有四家这个IPO 就申购嘛 对吧 所以现在实际上钱少 然后呢 每天还有很多的新股 或者说每周吧 不能说每天 对吧 因为他也不是说每一天都发 但是你看好像下周也有连续某一天是四家的 然后两家的这种 那么也就是说每天 基本上你平均下来每天都有新股 那如果平均下来每天都有新股的话呢 你现在市场的成交量有这么少 就不断的抽血 那你只要碰到大IPO就完蛋 对吧 那么科创版的大IPO大家都知道 对吧 就是华红半导体 主板还有两个大IPO 一个是华电 一个是这个先政大 这两个 所以呢 不管谁先上市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华红半导体先上市的概率比较大 不管是谁先上 对吧 那 都会对市场有影响 至少是对 比如说华红 它直接面临的就是对科创版 那么 这个先政大 那就是对主板 其实也不是对主板 先政大是对整个市场 因为它的融资非常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科创版50 科创版50 今天虽然站上了五入金线 也站回了五入金线 但是成交量是不够的 因为我昨天我们专门讲了成交量需要700亿 对吧 所以还是不够 虽然今天是半导体涨的 但是大家看的情况 我给大家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吧 对吧 虽然是半导体涨的 但是半导体板块 整体的成交量也不行 只是比前两天是会大一点 但是你跟这里比 这里的成交量是573亿 对吧 今天只有534亿 还是差 对吧 还是差 那你更不要跟这段密集的比来 这段密集的比就更不行了 这就是600多亿的 对吧 600多亿的都是这段密集的 那也就意味着你现在这点量 要想突破这里 是基本上没有可能性的 对吧 那你明天冲一冲到这里 你量跟不上就一株回落 那你再跟上面套牢的这点量来比 但你看一下 套牢的这点量来比 对吧 这个都1000多亿的 那更是无稽之谈 我不是说我不看好客 这个半导体 我只是说 以现在市场这个量来讲 很难 很难 下半年我觉得半导体大有可为 但是冲锋号 就进攻的信号 就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 你要看到冲锋号吹的时候 对吧 肯定除了半导体板块以外 因为你只观的 就是科创版50指数 你要到700亿之上 你回不到700亿之上 你可能 你就是板块 就是我们讲的叫半导体板块 没有连续性 你涨不起来 没有连续性 这个其实很鲜明了 就像昨天的这个什么旅游酒店涨的 对吧 今天就跌了 然后这个娱乐传媒 对吧 就是昨天是影视传媒吧 对吧 也订不上去 然后呢 都是一日有昨天的什么电力 那加上什么这个新能源赛道里面的电器设备 对吧 都是这样的啊 所以昨天电器设备里面的一些一些票 对吧 这个 我看一下 那紧浪对吧 上的很好的 那今天也都是阴险 为什么 就是成交量 对吧 还有一般来讲 我在这里说一下 一般来讲 底部出现 比如说非常大的一次成交量 其实往往都走不远 就是它很难连续逼控 为什么 因为它对资金的要求太大了 因为第二天它需要更好的承接 懂没 那什么样的底部是最好的呢 我正好也说一下 什么样的底部 一般是什么 W型的底部最好 这个显然不是W型的底部 对吧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 看一下之前的 就这种底部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种底部 你看啊 它成交量呢略有放大 然后它实际上做了一个双底 做了一个双底 有点小W 对吧 这个 做了一个双底 这种底部比较好 然后呢 你看阳线上来了 然后 量不是很大 你跟前面比不是差的很多 然后呢 这个地方回调一下 再起来的时候 量能再比前面大一点 放大 然后逐渐逐渐往上挡 往上挡 对吧 这个才是好的 就这种比较好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它不消耗多头太多的资金 然后呢 这里买进的人呢 很多人是锁仓 慢慢慢慢往上推 突然之间 像昨天这种突然之间爆了很大的量 包括什么 农机绿人 对吧 这种量太大了 爆的太大了 它好的地方是这里爆过一次 对吧 所以你看这里爆过一次 还走不远 又下来了 就是这种底部量 其实爆的太大 并不是很好 像那个什么 同位股份吧 同位股份 也是的 昨天爆了八十几亿的量 对吧 八十几亿的量 这种爆大量 就突然之间底部爆了很大的量 在一个下跌趋势很明显的板块里面 往往其实第二天你都不要去什么追高 对 即使它有冲高 你也不要去追高 往往都会下来 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经验嘛 就经验 其实底部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底部结构 就是让大家能够筹码充分交换 然后买进的人慢慢慢慢 就是买进的人看趋势越来越好 它不但不抛可能还会慢慢加差 那这个量慢慢慢慢起来 或者说平量往上推 这是最好的 突然之间某一天爆了很大的量 其实爆量本身代表分歧 为什么代表分歧呢 比如说你这里爆了很大的量 对吧 那这个量一定是有人卖掉了 你才能买得进了 那谁卖掉呢 有可能这里的人卖掉 那卖掉了以后 你不跌他也不会来啊 你涨了他也不会追 那这样的话呢 你等于说什么呢 除非你准备好了更大的资金去解放上面的 不然的话 这些人就不是你的帮手 他还是你的对手盘 就本来 你有你要做多 他们也做多 大家慢慢一起做多 他行政合理 现在这帮人把城盘给你了 就你一个人做多 你做吧 反正 那你做多你将面临的是什么呢 就是面临这里的跑盘 所以就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一般真正的有厉害的这种 也不是很厉害吧 就是真正人家想要往上做的 他不会那么明显 就把这种阳线搞得这么明显 这种这么明显的阳线我都 我都觉得有点问题 好吧 就有点问题 他跟他跟那种 就是底部建仓的个股还不太一样 因为这种很明显 他不存在底部建仓 为什么我说他不存在底部建仓呢 是因为本身新能源赛道里面 到目前为止公务的仓位还是很重的 他并不是说现在公务没仓位 我现在这个板块开始建仓了 对吧 我现在很看好他要反转了 就是底部要拉一波行情 不是 实际上他在层层上方都有套牢盘的 这个套牢盘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本身很多的公务啊 或者大型的一些市务 他还有这种常位的 对吧 你我举个例子啊 那说像宁德时代也是一样的啊 宁德时代你看这里 标志性跟方亮一样 最后你看又走下来 然后才能在这里做这个震荡结构 为什么 是因为像这种品种 你不可能说啊 宁德时代很多公务 已经没有宁德时代了 我在这个地方开始建仓了 然后我要开始建完仓以后 对吧 开始慢慢拉升了 我走一波大行情了 没有 因为他这个股票他不属于那种 就是等于说是过去其实遗留下来的问题 过去几年抱团以后 大家手里还有这些东西 对吧 如果说白了 你现在要给机构来说 我能在这个位置全部搞错 出掉 他也愿意出掉 因为有比宁德时代 可能未来空间更好的股票 对吧 甚至于跌的更多 他也愿意换仓 但现在他们换不了 为什么没有对手盘 换不了 没有对手盘 因为你他们本身手里筹码比较多 这个可能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 怕这种底部突然之间放大量的这种权重起始 或者说是原先的这种前两年厂的特别好的 对吧 这种赛道的权重突然间放大量 其实说明什么 你放大量 每次你底部放了很大的量 一定是有人走的 对吧 那那些走的人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走呢 说明他还是不看好 对吧 好吧 那么娱乐传媒我正好说一下 那么其实有一组数据吧 对吧 就是大家看到什么消失的他等等 这些票房都很高 对吧 暑期档的票房不错 那未来可能还有十一的票房啊 春节的票房啊 元旦的票房啊 等等大家有所期待 疫情三年以后 那么现在呢 还有AR的介入以后呢 大家会发现一些传统的 比如说影视公司啊 传媒公司啊 他的这个就是降本真效的效果 其实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可能包括一些特技啊 等等这些东西 他未来的费用会有所下降 就是比如说除了演员片酬 可能是没有下降了 但是他后期的一些制作成本是下降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能投一部电影对吧 后面大家会发现 现在电影票并不便宜 包括一些院线对吧 也是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从影视传媒这一款 下半年倒是有机会 慢慢的这个复苏的 对吧 就是这个估值可能会慢慢再抬上去 所以跌的比较惨的一些影视传媒类的个股 我倒觉得 包括这种什么的 这个可能还稍微高一点 这个稍微高一点 对吧 像这种票 我觉得倒是新湖南海这种票 其实你站的远一点吧 就是我说 站在明年的角度吧 我们不要说今年了 站在明年的角度 我觉得 给一个什么看涨了百分之三五十 是可以实现 不是不能实现 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毕竟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受益的 对吧 然后到时候再看看中报 尽量找一些中报 业绩已经开始回升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从影视 就昨天我也说了 影视传媒 如果你在影视传媒 跟旅游酒店让我选的话 我选影视传媒 因为旅游酒店相对来说 我们就拿旅游来举 举例子 旅游板块的位置相对是很高的 对吧 旅游板块相对位置很高 所以它的空间反而是小的 空间反而是小的 好吧 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 地产大家也看到了 对吧 我反正一直不太建议大家去碰地产 地产 地产昨天出了一个很大的利好 然后昨天晚上大家都解读是利好 对吧 就是展期嘛 对吧 就是对于这个金融扶持地产的展期 那么 今天就走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看 你就知道了 市场不认可 其实就是 对吧 就市场本身不认可 那么 金并发展是时间的首感嘛 今天也是从高回路 那么地产这个东西 我讲了很多次了 对吧 房地产要好 其实一定是需求端要好 你供给端的问题 哪怕全部解决了 最终需求端的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没有人愿意去买房 那房价怎么办呢 对吧 首先房价会跌 第二个呢 这当然不是说 这个过仓空楼市啊 对吧 那房价肯定上不去嘛 我们不说跌 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没有买的意愿 对吧 有房的人呢 不会再买了去投资 没钱的人也不会买 或者说这个买不起的人 他也不愿意去背负更大的债务 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背更高的杠杆去买房 所以就会陷入到这种局面 对吧 就陷入到这个局面 昨天我们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因为很多东西也不能讲 有个嘉宾讲话还是这个 讲的比较实在 对吧 实际上呢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现在很多时候 这个经济上的一些以前的规律被打破了 对吧 就像以前我们一看到放水 经济就能刺激起来 现在放了那么多的水 经济刺激不起来 以前老美加息 对吧 一般都会导致就是国内的 这个这个这个 失业率增加 哎呀现在老美那边失业率 并没有这个下降 反而非常的好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零利率时代的 日本对吧 就是日本基本上就是 日本现在大家知道就业率非常的高 对吧 所以现在也有专家提出说 要让中国的这个利率尽快的 好下降 往零利率的方向去降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愿意拿钱出来 但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很多时候 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呢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本质上来讲 跟国外的一些 这个普通的市民 他的这个消费观 是不太一样的 他希望自己手里有钱 养老或者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 你即使没有 就即使利率很低 你会发现他还是愿意把钱放在银行 因为他觉得 我自己去什么搞投资 我去把这个钱用掉 我根本就看不到 有什么更好的希望 对吧 或者说我我又搞不来 对吧 你要让我去投钱 可能钱都没了 我没有利息就没有利息 我要放你这也行 对吧 所以他是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 还有一个呢 其实任何一样东西 你说 银行的利率下 下调 继续下调 对吧 那你要有一个出口 就是你要让他拿钱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利率要比银行更高 比如说股市 我们看日经指数 你就知道日本的股市这两年还是可以的 那反反观我们的A股 就是进来了以后 他他赚不到钱 虎主编也没赚到钱 对吧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虎主编的位置 就是虎主编进的位置 就三千两百点以下进的嘛 他都赚不到钱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谁能赚钱 也就其他老百姓进来的也赚不到钱 其他股民也赚不到钱 对吧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给他 投资能够有收益的行情吧 对吧 那现在来讲 又发了那么多的薪固 对吧 池子里的鱼越来越多 水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是 除非你能改观嘛 就是你改变这种现状 对吧 你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他就不愿意混 就新增的投资者是会很少的 或者说老的投资者也不会拿更多的钱来投 因为本身他没赚钱 这就是一样的 这个跟买房一样的 房子天天涨 他你只要有钱他就买房 如果房子天天跌 他绝对不可能买房 对吧 那股市也是一样的 股市总能让他每年或多或少有点收益 他就愿意拿更多的钱来 投资股市 那反过来呢 年年你让他亏钱 他怎么进来做呢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个大大的东西 小的可能就是大家去博弈 你技术比较好 你祖先看的比较清楚 或者甚至于说你还有点运气成分 那你能赚钱 就这么回事 对吧 所以大的 这个 环境 谁来营造 这是一个 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得去研究的问题 那么大的环境 好了 只有一个吗 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 你最直观的是什么呢 就成交量 市场成交量是不是就放出来了 成交量是不是能够让你有这个赚钱的这种 就是能够有这种赚钱的基础 好吧 那我们回到市场 今天市场表现最好的就是两个板块 一个板块来自于汽车板块 包括一体化压注啊 然后这个 这个无人驾驶 当然无人驾驶有些利好 还包含有些小作文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不好收了 那么 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 对吧 半导体板块 那么半导体板块呢 很大程度 一个是存储芯片的涨价 另外一块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 呃 这个AI芯片 对吧 AI芯片的涨价 那么 呃 AI芯片实际上就是英伟达嘛 对吧 就英伟达概念 英伟达 也不是英伟达概念 就英伟达的这个AI芯片 对吧 你现在炒到10万块钱一片 啊 那么 所以今天出分类指数来讲呢 就存储芯片 那存储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最最近最牛的是这家 像香农新创 对吧 就存储芯片这一块 然后老的呢 江波龙 还有什么深科技 啊 上次我中央讲课的时候 讲到这个高盛唱空 造一创新嘛 你创空造一创新 但造一创新不管怎么样 也是存储芯片的龙头 对吧 今天也大涨 反正今天就是跟存储芯片相关的 都表现的比较好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呃 这个反正MCO就是存储芯片 对吧 然后还有些就是 这个这个 算力芯片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AI芯片 啊 这块也不错 AI芯片呢 主要的两个代表 一个是 一个是海光信息 海光信息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哈武器 啊 这两个都表现的很好啊 这都是大涨啊 所以呢 这块主要就是 嗯 这个英伟达芯片太贵的话呢 你肯定会刺激到 国内的算力芯片 那国内的 国内的算力芯片 就是这两家 肯定是佼佼者嘛 对吧 这个 海光跟这个 就是 哈武器嘛 啊 那么另外一块呢 就是来自于汽车啊 就是汽车配件 一体化压柱 再加上一个无人驾驶啊 无人驾驶呢 这个浙江市报 在床新高的涨停板 对吧 然后呢 嗯 今天实际上就是 晚安 早上晚安 这个表现最强 晚安 还有呢 就是瑞玛精密 瑞玛精密今天是回版 但是瑞玛精密不好说 明天就不好说 对吧 呃 因为现在我觉得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呃 连板高度想要打开五板很难 啊 就打到五板以上很难 所以明天基本上 明天的四板股 对吧 今天的四板股都有可能 明天要划掉 啊 明天要划掉 特别是明天我觉得 对于成交量的影响很大 那么炒到现在大家会发现 嗯 就是没有主线 对吧 就没有主线 在没有主线的情况下呢 市场反而就是轮动 那么轮了一条暗线 什么 什么叫暗线呢 轮了一条什么暗线 叫马斯克暗线 那么从最早的车嘛 就是一体化压柱线 就是新能源车嘛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特斯拉 对吧 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特斯拉概念嘛 就是车嘛 就是这些车 对吧 然后车呢 完了以后呢 就是 其实就是汽车人嘛 对吧 先是车 然后再是 所谓的机器人 机器人 机器人里面呢 又是这个减震减速器 对吧 这些 完了以后呢 就是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其实也是马斯克概念的 对吧 无人驾驶完了以后呢 就轮到了昨天的那个 昨天的叫做卫星导航 就是卫星互联网 今天上海湖宫直接打一只吧 对吧 然后也刺激了很多 这个类似像什么 河中诗状啊 这一类的对吧 就是 那天一级店昨天就涨了 对吧 然后呢 什么 克雷仿物啊等等啊 这些航天宏土啊 反正就是 都是跟这个 卫星互联网有关系 或者说是跟这个 卫星导航有关系 那么实际上呢 大家会发现 整条线都是马斯克的技术路径 对吧 就是整条线炒的都是马斯克技术路径 但是 整个 整条线炒下来 就整个兜了一圈炒下来 力度肯定不如 这个年初的压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们 轮到现在还在轮 对吧 不管是今天 包括有机器人啊 这些东西 都都还有表现 对吧 这个 盘中都还有表现 那包括现在的汽车 然后 这个无人驾驶 这一款都有 都有啊 那无人驾驶呢 明天是一个 明天又变成了一个 严峻的考验了 对吧 就是无人驾驶这款 明天又是比较严峻的考验 一方面呢 就是创了新高 对吧 第二方面呢 就是要考验 有类似于瑞马 对吧 这个 然后 跟 跟这个 那个叫 叫 射向射保 对吧 能不能再打高度了 好 我觉得有点难度 然后中军呢 就是中军 就是这个汽车的中军啊 这个不是无人驾驶 这个汽车的中军 就是赛利斯 对吧 那么就看 汽车这一款 就看赛利斯 赛利斯如果能够 继续强者横强 那么其他的一些 跟汽车相关的 包括一些汽配啊等等 还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然后因为市场上没有 没有更多的资金嘛 所以大家会发现 除了辨识度比较高的赛利斯以外 其实整个汽车板块 或者汽配板块吧 涨的都是些小票 像什么新元 这个卓美啊 主要是也是朝这个无人驾驶嘛 对吧 他也是朝无人驾驶 就是一些小票 小票特别多啊 就是很多都是来 这种就是小票 然后像什么山东威达 就是盘中小作文 然后也也来搞一搞 那么和像这种什么 昆泰股份对吧 啊 就持现也是个持勤股啊 也是汽车股啊 也是汽车股 那就是小票 这个很容易打 我估计你们去看一下 今天农库榜上 如果有的话就是电话 或者加一些小优质 就基本上都是打这种小票 所以呢 每天20%的小票都有的 对吧 像这个中科池业这波 做的很强 对吧 其实就是个持勤股 因为他一旦把筹码打掉了 就在这个地方筹码打掉 他没有套老板了嘛 他就容易 只要比如说有资金想做 他就容易往上做 因为他没有套老板 盘子又比较小 对吧 就这是这一块的 就每天可能都会有 像今天的什么航天制装这种 其实都是小票 对吧 都是小票 都不算大票 都是百亿以下的 这个已经算是 这个 稍微大一点的 也就是无非就是价格便宜 对吧 那每天反正都会有一些 这个 这个也是个持勤股 对吧 华海乘客 这是说半导体材料 所以 每天都会有 因为你也不知道 很多呢 量化 它实际上也是随机的 对吧 看到有人点火 他就会上去 那么 当然点火的可能是一些 小的油脂之类的 对吧 他每天去点什么 你是 事先不能知道的 你只能是盘中去跟 但这种盘中跟 有的时候跟不好 第二天就是吃面 定不好就是吃面 所以就相对来说 比较难弄 相对来说比较难弄 那么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 反正就是每天 今天算是 嗯 这个轮动已经算是很健康了 对吧 但是以现在这个成交量来讲 你明天要用这个成交量 比如明天吧 哪怕八千亿都轮不 都已经轮不转这些板块了 都已经轮不上这个板块了 那么 嗯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吧 反正昨天也说了 对吧 农业总值这块 今天虽然还是调整的 但如果明天市场是出现分歧的话 那有可能农业板块又回来了 这个二尼诺现象呢 其实就是影响几块 因为天气热 那么这个是电力 对吧 另外一块呢 就是农产品 农产品我觉得后面会有影响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 因为农产品本身还叠加了 比如说这个 乌克兰这个小麦 这些农作物出口的问题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 所以这些都是 嗯 我觉得 如果你买了农业股的话 别急 我觉得能赚钱 能赚钱 嗯 应该不会让你亏 但可能没那么快 就是 往往像农产品这种东西 它就是逆势 什么叫逆势呢 就是有可能市场明天 冲高回落了 或者说 不好的时候 对吧 就今天是相对来说是反弹的高潮嘛 那明天有可能反弹的低潮了 OK 就 就 可能他们出来又表现一下 对吧 那么最近两天呢 其实大金融晚关还行 啊 一个是银行 对吧 银行今天表现还行 就顶指数嘛 然后保险 保险这两天还行 啊 表现 那这个 包括券商 对吧 券商还行 券商还行 就整体来讲都还不错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这个量 就你看一下这个成交量就知道 包括保险 银行都一样的 啊 就他们这个成交量 是不足以改变 指数趋势的 现在目前改变不了指数的趋势 对吧 就这点成交量 你只能是说 嗯 因为人民币汇率相对这两天比较稳定 那么全中国这边会有一些资金区 护指数 或者说拉抬指数 啊 就不至于让指数搞得这么难看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吧 我觉得 现在这个成交量就百分之百可以肯定 板块是没有延续性的 啊 没有延续性 每天一个板块 那么 第一个就是看量了 第二个就是看 如果成交量出来了以后 到底什么样的板块能够重新回来 今天啊 昨天晚上不是出了那个 呃 柯大讯飞这种 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中暴嘛 对吧 整整体来讲还是中暴反馈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反正就AR方向 还有什么 阿费娱乐之类的都是涨的 对吧 都是涨的 就是嗯 这个AR方向业绩比较好的 都是 都是还行的 就是 今天都是不是很差的 对吧 都是还算是回血的 包括今天那个 通信息一度也大涨 对吧 超了一个新高 所以整个来讲 我觉得还行 还行 还有一个吧 想不起来 还有一家也还行 对吧 也是也是涨的 那么 整个来讲我觉得还好 就是 我记不起来了 啊 就是 大家就是留意一下业绩啊 留意一下业绩啊 那么 业绩类的个股呢 还是 嗯 短期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像 举个例子啊 今天不涨了百分之 嗯 十几的有一家 啊 就这家 广哈通讯 对吧 广哈通讯 广哈通讯昨天也是公布业绩 业绩 业绩非常好 那对吧 整体业绩上半年大概是 这个 一千万到一千四百万 因为他 这个 去年才四百多万了 对吧 那么说明 还行 所以今天市场也给了个正向方块 把调控告 那么像这种 就说像长青这种对吧 今天都给了你 比如说你昨天买进 今天都有套利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啊 看什么呢 一般它的调整是不能破这个 就最好是不要去破这个 一字板的位置 对吧 这一字板的位置是 呃 五块六毛三嘛 对吧 如果回调不破五块六毛三 那基本上后面还会慢慢修复 啊 还会慢慢修复 所以这个票是可以定一下的 因为这个业绩还是可以的 而且呢 电力有可能会反反复复 那么这种票就是 不要因为它今天冲高回落了 就忘记它 对吧 都可以盯一下啊 就这类的票值可以盯一下的 好吧 反正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 这个就是 呃 类似于像最近这轮胎嘛 对吧 轮胎股也是的业绩都比较好啊 那每天都有啊 这个好像也是的 加合食品也是业绩比较好 对吧 就首先我还专门讲食品的问题 对吧 那今天也是一样 昨天公告今天也是往上走的 那每天反正现在都是公告 那公告的时间是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一般在7月15号之前公告的 基本上都是好的为主 对吧 就是也不是好的为主 就是好的基本都放在7月15号之前公告 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去找一些 比较好的标的 对吧 那么这些标的呢 你不一定第一把就要买进去 关键是看它调整 调整完了以后 它能够把高地收复了 那后面有可能继续往上涨 那就是这个就下半年了 对吧 就是所谓的这三季度的机会 所以你要把这些股票就集中起来 每天这些 这个公告的这种业绩票 对吧 你就自己去 这个放在这个 就是你的自旋股里面 然后你去看哪个是调整最强的 哪个是调整弱的 调整弱的就把它去掉 调整强的就可以 那就可以放在那里 好吧 那今天这个 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然后 还是这句话 因为本身 短期 虽然站上五日均线是好事 对吧 但成交量没跟上 那也不用太激进 因为你太激进的话 特别是追高的话 就很容易 很容易这个第二天就 这个亏审 所以 策略上就是我中午说的 如果以现在这个成交量 对吧 回不到9000亿之上的成交量 你就是 每次都是卖涨 就你的股票只要拉起来 你可以卖涨 没事 对吧 你卖涨他可能还要回来 或者说还是会给你有更好的买入机会的 而且呢 因为板块他不会有什么持续性 直到成交量回到9000亿之上 那我觉得这个后面 市场就会慢慢的转好 好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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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